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有一个VIP 这边有一个代理商 然后我们简单的来认证一下 认证完成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专属的邀请链接 我们复制一下 把这个链接分享出去 然后别人通过你的链接注册了之后 你这边就可以有返用了 假设别人开卡 别人交易 你这边都是有返用的 然后我这边已经返了50多美金了 这边默认的话 是三级 然后你的任务完成多的话 会变成二级 接着会变成一级 然后我这边也是返用了不少的 58美金 然后提现就可以了 最近呢 他这边也是出了非常多的新卡 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回到首页 点击这边的信用卡 我这边已经有了他的两张卡了 他这边新出了一个美元优选卡 我们点击一下 简单的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这张卡的类型呢 是一张虚拟卡 你目前你可以绑定支付宝来进行消费 微信是不可以的 因为微信现在对所有的外币卡已经一刀切 任何的外币卡都是不能绑定微信的 但是你可以绑定支付宝去消费 他这边的开卡费是30美金 至尊开卡费是330 然后他的是储蓄卡 充值费率是2.5% 消费上限挺高的 年费的话是没有 KYC是免费的 充值是2.5% 消费的话是0% 也就是说你这边消费是没有手续费的 只有一个2.5 这边有几个限制的申请国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485的号段 美元虚拟卡 我们点击进来 这边也是一个虚拟卡 开卡费是15美金 至尊的开卡费是315美金 充值费率是2% 消费上限是2万美金一天 年费是不要钱的 充值手续费2% 刚才给大家说过的 然后消费手续费是1% 美国境外手续费是3% 最低的话是0.75美金 发行国家是美国 这张卡片是一个预付卡 支持平台是Google Pay 然后GPT 亚马逊 Ebay和PayPal Facebook 这边有一个授权服务费 小于15%是不收费的 是怎么来计算的呢 授权的失败率是你的月授权失败比数 除以月所有授权比数 如果小于15是不收费的 它这边其实还有实体卡 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荣耀金卡 欧元卡 点击进来之后 其实这张卡的话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都是虚拟卡 这张卡是实体卡 开卡费用是149美金 至尊卡是449美金 然后这张卡是一张储蓄卡 充值费率是2% 消费的上限一天是1万欧元 年费是12欧元 卡总的话是万事达 充值手续费2% 非欧洲经济区消费手续费是1% 最低的话是0.6欧元 这张卡支持ATMG提现 提现费用是2% 提现额度的话 是一天各10万欧元 是属于立陶宛发行的一张借铁卡 支持PayPal亚马逊支付宝 然后微信这边应该也是不支持的 然后每张Ebay都是可以的 然后有一个CVN取款规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做合约的朋友们呢 可以发账号到我这边 申请成为代理商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50% 乃至更多的手续费返用 这里可以开通两个账号的方式来进行 一个账号成为代理商 另外一个账号通过邀请链接注册 进行合约的操作 这样的话代理商的那个账号 就可以获得合约的手续费的返用 想做合约的情况